好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来看到台湾本岛 因为呢 ET Today有一个最新的民调说 如果是未来两岸间爆发军事冲突的话 谁要上战场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就看到 投降以避战的 只有占3.8% 要移居海外的4.2% 要想尽办法来避战的是18.4% 义无反顾要从军的有19.6% 无计可施啦 到最后就是配合政府指示的 20.2% 那另外呢 最高的是 自己不愿意 也不愿意将善战潮的有22.5% 所以看起来 大家根本也不想打仗 问一下寒冰 因为我们现在 义无意延长即将就是要开始 明年开始就是要进行了 要开始实施了 但是呢 相关的一些应变的措施 其实都还没有做好 就是整个决策太仓促了 因为包含像是营区啊 拔场啊这些工程 现在都还在规划嘛 所以呢有立委就督促这个 新格魁陈建仁 是不是应该要尽速 组成一个跨部会的 兵役延长的专责小组来推动 不然现在都来不及嘛 很多东西根本还没做好 那你明年一月份的时候 就马上要做 这个兵役就要延长了 我们很多营区拔场 根本早就废掉了 废掉了 那现在要重启啊 对啊你要重启哪有这么快 其实我跟你讲 不用他写这个新闻 我都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过年前都看过那张照片啊 蔡英文是蹲在官邸那边 随便跟部长两个哈拉两句 就直接定了这个办法 就这样莫名其妙决定的 所以这个整个办法 一定把所有的这些相关配合 完全没想 只是因为美国爸爸要求 你就直接上了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开始插屁股时间啊 就是想尽办法要插屁股 可是问题是 你说成立跨部会兵役 延长专责小组 有没有必要成立 有 可是问题是 你再怎么成立 请问一下 你的硬体赶得上吗 因为你那些都废掉 你已经废了很久 很多年了 等于是在几个月之内 马上就要全部做出来 对 请问一下你来得及吗 可能吗 你做得到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完全一个急就张 然后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 只是因为被美国爸爸压着 你非这样做不可 那实际上 台湾现在整个态势 就是被美国人压制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你光从民调里可以看到 台湾人民绝大多数都不想作战 你真正一无反顾 从今儿不到五分之一啊 对 真的太少了 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啊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胡锡进这样子说 我们也要来看看 因为他其中有一点提到说 应该要全力抓好经济 加快关键技术的突破 那我们就来看到我们的第三章 因为呢 我们现在看到 核武是不是要继续来扩张 刚刚这个蔡伟有提到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 他们的核弹的数量 因为接下来会慢慢的倍增 在2035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是根据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一个数据 截至2022年为止 各个国家 也就是前三个永和国家的一个这个数字 俄罗斯目前永和的这个核弹头是5977枚 美国的库存是5428枚 那中国呢目前是350枚的核弹头 但是日本媒体共同社的报道说 解放军呢打算是在2035年之前 把现有的300枚核弹头呢增加到3倍的900枚 那另外呢 共军核弹头的弹道飞弹的多弹头化 会大幅的提升 那另外呢 就是之前不率先用核武的这个政策 恐怕就会改变了 蔡伟员怎么看 就说中国大陆接下来 在这个核弹的部分呢 会倍增的情形 这本来就应该要增加了 我一直在提到说 中国大陆要做大国 第一个必须要做黄金大国 他的人民银行要有很多的货币黄金 至少要6000吨以上 现在美国8000吨嘛 人家这个连那个法国都有3000多吨 德国都有4000多吨 结果中国大陆呢只有2000吨 显然不是黄金大国 这对整个经济体制并不理想 第二个在军事武器 虽然有航空母舰啊 有东东快递等等 核弹数量比较少 当然有人觉得说 哎呀大的这种就很重要 问题是很容易 你数量不够都没有办法保核攻击啊 很容易被拦截住啊 那拦截住你有等于没有嘛 那现在如果说 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数据说 中国只有350枚 法国也有300多枚啊 英国也有200多枚啊 那你这样要上桌打 打麻将 人家俄罗斯有筹码5977 美国筹码5428 虽然他们两个之间有签约说 我们实际上现役的 马上可以用的 不可以超过1600枚 那好像双方都有交这个约定 那你即使1600枚 你中国大陆 350枚会不会太少了 这种核弹头 它有个战略意义 你不是要真的用 但是要让对手 告诉对手说 你如果真的用的话 你的伤害不会低于我 那你的核弹数量 如果远输给美国的话 那表示美国受的伤害 相对轻微 中国大陆受的 在核子大战的伤害就大得多嘛 对 那你为什么处于这种战略博弈的一个落方呢 那有人讲说很危险啊 你蔡委员你是台湾人 干嘛就战成大陆增加核弹啊 我十足有信心 大陆不会用核弹对付台湾 我放心 绝对安然无恙 大家回去睡觉没有问题 理由是吧 因为两岸之间的战争 是民族内战 民族内战不可能用核弹 不会摧毁 不是不会用核弹互相打对方 就不可能的 这怎么解释 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要使用核弹 他会承受很大很大的历史性的压力 举个例子 杜伦们用核子武器以后 他在历史上低位比较高吗 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还觉得 我真的当初为什么要核子武器呢 那甚至于很多日本人开始叫嚣了 美国为这两个核子武器要道歉啊 所以要今年要开什么机械本 你必须到广岛开 要美国去磕头 重心来来 因为这个核子武器的使用 叫无差别轰炸 就是不管你是军人非军人 你战斗非战斗的 可能就在一场核爆炸 你们全部拜拜 那就是高度的不人道不道德 那当时美国的辩护是说 我为什么用这两个核子武器呢 第一个就是你日本自己 先无差别轰炸中国 当时日本人是在轰炸重庆的 或者武汉的时候 什么平民区啊 什么通通乱炸一通啊 那你既然无差别在先 我无差别在后 那你就大家是 你无情我无意 那怪不了人 有这个辩护 第二个辩护就是说 这个我不这样做的话 你不投降 我还避开东京 避开大阪 避开京都 还找两个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我已经过人道了 那我如果真的要登陆跟你作战 我少要死一百万人 那更不划算啊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是道德上还是一直被批评 所以杜努们始终在美国的伟大总统名单里面 都被砍掉 他有这个问题 那中国大陆政治又不会这样想吗 中国大陆使用核主器打美国 他也觉得怪怪的 没什么深仇大害 你说美国真的很霸权 说我会核主器打中国 我都认为脑筋清楚 如果拜登这么狐狸无赌有可能 那脑筋清楚 美国领导人不会 不会 没什么深仇大害 了不起就是我抢美小地盘 赚点小生意而已 但是如果日本介入台海战争 日本就很难讲 你说中国大陆很有可能 他的核武是可以打日本的 因为他跟我们不是没有 不是 因为旧账还没清啊 对 南京大屠杀 中国大陆算一算 二次大战 抗日战争八年 中国大陆死亡多少 三千万人起跳 当时人口在多少 不到四亿 十分之一 所以大陆领导人说 你敢再跟我打一次 我就不惜一切 难讲哦 那打东京 三百五十个不够啊 因为美军的防空网 还是很多拦截的到 那打哪里 对 所以量要多一点 饱和攻击 让你挡都挡不了 所以一千六百颗 是进入核子大狗的门槛 一千六百颗 那现在中国大陆 三百五十枚 要到一千六百颗 还有很长的时间 当然啊 当然因为你也做核主 因为现在核主器的标准 越来越严格什么 要做得很小 你不要说北韩做核主器 那么大那么笨重 对不对 动不动就三四百公斤 你只能靠那个 很笨重的轰炸机 那个没办法 要障碍导弹里面 要能够做的缩小缩小 微型化到一定的程度 那大陆有 可是微型化的技术 要花的时间相对多 也就比较容易被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看说 你釉的材料有多少 你花多少精神之练 你现在提炼的设备有多少 你大概多久可以提炼完成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会莫如深 很多大陆网友说 我们已经有一千多颗了 拆一千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都外行的 我们都偷藏起来 核弹没那么容易偷藏好不好 所以美国多少颗 俄罗斯多少颗 大概被拆的都差不多 拆得准 好 我问一下大千 因为虽然现在 在中国大陆要把弹头的数量增加 但是美国战略司令部 日前也向国会通知说 现在中国拥有的 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器 是比美国还要多的 所以提醒美国政府 需要增加核武库量的数量跟能力 为什么会也 既然他们的核弹头那么少 干嘛要这么在乎这个 我想在美中争霸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 这一次的美中争霸是美国发动的 就美国发动的美中争霸的格局 中国大陆为了自保 它在军备上做出扩张的动作 我觉得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那么尤其是你看到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敌意 与日俱增 然后所有的这个罪恶 通通都怪在中国大陆的头上 各式各样的问题 连颗气球都要摘在 中国大陆的头上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相信他们已经很强烈的 我也可以感受到美国的敌意了 那么基于一个这个主权国家 你说今天中国大陆它是国家 它的整个发展的策略里 当你有一个对你具有高度敌意的对手 而且不断的在开始拉帮结派的 对你进行围堵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中国大陆 当然也必须要做出自保的动作了 所以像刚才我们牵贤讲到那个气球 除非说美国要因为这个气球制裁中国大陆 就像刚才郑元兄讲的 这个对它无关痛痒 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更高端的都制裁了 气球的制裁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美国对中国大陆现在全面的打击 封锁围堵 现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它连供应链推所谓的有岸外包 把供应链做切断 它在各式各样的层面科技层面上 限制了中国大陆先进制程的晶片的取得 它就是希望让中国大陆 未来人先进制程的晶片都没有了 14nm以下不要想在中国大陆生产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紧紧的 在掐住中国大陆的脖子 那你更不要提到说 它自己在印太地区的部署 它也没有少掉这个核子战略武器的部署 它在整个印太地区 它在像在韩国像在菲律宾 它部署了枪技兵B1B的这个轰炸机 这轰炸机也是可以吸在核子弹头的 所以包含他们最近这个国防部 才采购了相当数量的长城隐形轰炸机 这也是为了坚持中国大陆的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当然必须要有所反应 它如果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动作 它也会担心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一天我会不会真的 被你八国联军再来演一遍呢 美国现在显然就在演八国联军的故事 那么但是说实话 就是美中争霸对美国来说 它是有一些比较不利的状况的原因 很简单 第一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就现在是你美国要消灭中国 不是中国要去打美国 所以整个太平洋就成为你美国的天险了 你美国要怎么样把你的兵力 能够投射到印太地区来达成你的地缘政治的目的 现在对美国来说是很难的 尤其是美国忌惮中国大陆数量庞大的反舰飞弹 它实在是很担忧 它的什么这个航空母舰的舰队群 就在太平洋上当靶子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CSIS这25次的兵推里头 几乎美国的航空母舰只要离开了关岛 就被集成在太平洋了啦 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它的第一个弱势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当然这也是台湾的问题 我说如果今天台湾能够在夏威夷旁边的话 也许民进党还可以叫嚣一下 可是我们跟中国大陆这么近 我们跟他只有只隔了这个100英里 中国大陆跟美国隔了5000英里 我们跟中国大陆这么近 民进党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做跳梁小丑 你就拿了我们台湾人民去陪葬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美国要顾的地方太多了 美国的兵力是要顾全球的 他是全球的霸主 他要当什么世界的警察 所以他的兵力要投射在 中东地区要摆一下 在欧洲地区要摆一些 他的兵力要投射在全球 可是中国大陆不用 中国大陆只是顾自己沿海 只是顾自己海岸线而已 所以对美中争霸的格局里头 美国不管现在他的数量或者是装备 有多超过中国大陆 但是他跟中国大陆 一旦真的直球对决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谢谢'd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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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